大家好 今天我剪了几根无花果的枝条 然后准备用来扦插 首先是这两个枝条 我都是一个斜切 然后这边切了一点 这边也切了一点 这是两根 然后这两个枝条的话 我就直接平切 这样平切 然后这边切了一点 这边切了一点 这两个都这样 最后两根就是 稍微周围切掉一点 差不多就这样 然后杯子的话 这边是一号杯 那个是二号杯 一号二号杯都是下面打孔的 不知道大家看得到没有 这边都是打孔的 然后这是三四号 这是三号 这两个的话我就准备撒一点水就行了 最后这两个 最后这两个 这个是 这是五号六号 五号六号的话 我准备直接就干的涂 直接插进去 看看有没有会不会生根 总共三组吧 总共三组吧 我们都测一下 我们先把一号二号的水浇一下 就要脱 好 好 然后把先插这个二号吧 就直接这边我总共留了都是三个压点 一个压点 两个压点 三个压点 把这个压点插在土里面 好 用手挖个洞 把这个装进去 填满 压实就行了 也不用太压得太紧 差不多就行 好 这是一个 看看它的漏水 第二个用手指插个洞 好 再把这个插进去 插到大概这个位置 嗯 差不多 给它压实 好 然后是 这是四号 这个是三号 咱们就给它稍微来一点水 好 差不多 这个也浇一点 这是没有打孔的 好 不要太多 好 这是三号 四号 这条的话就是这样的 双面的 先给它挖个洞 好 插进去 好 这是一个 这两个就插完了 最后个子的话都是干的土 最后个子的话都是干的土 五号 先插的话就是周围都切掉盐了 好的 对 这也有换了 对 如果有休息 就会有些换了 对 是 对 有可能 就会有关键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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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是5号、6号 最好呢,就是在它的那个伤口处抹一点草木灰 防止它烂掉 最后还有一步就是套个袋子 这里有一些保鲜袋 然后每个每个都套上去 有橡皮筋的话在它那个背壁绑一根 这样的话就牢靠了 像这样套上去 到时候我们看一下结果 大家估计大概是20天吧 20天之后看一下成果 好吧,好,谢谢